四个多小时到高杰 我们又到北京了 有人接机的感觉太爽了 你把这个箱子拿下 放到上面 没事没事没事 不麻烦是吧 不麻烦是吧 真的有人接机太爽了 欢迎凯全啊 上车 你看许诺接上之后 我们现在来吃涮羊肉了啊 今天涛哥辛苦了 答谢你 我不客气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次首播 非常幸福 恭喜你们啊 谢谢啊 不客气 本来让我闺蜜过来一块吃的 但是韩莹她公司有点忙 所以今天召集公司报到 就我们几个 吃完饭了 现在来学校门口接果果 好几天不见儿子 大伟说想的不得了了 那等会见着果果 你给他一个大拥抱 把他抱起来 这么大儿子了 还要这样怪 等会咱俩一块接他家 果果出来了 果果 你妈妈没给你一个拥抱呀 不是说你给果果准备一个拥抱吗 我这个书锅太重了吗 果果吃完肉球买点汗 我们家果果跟我们三四千没见 你发现了吗 他有点害羞了 感情了 还有点 很高兴 是吧 今天一天被困惑吧 今天中午没喝好 然后带着两个小公主又来我家了 童童吃什么事 打招呼 打招呼 你叫什么呀 童童 你看两个小公主多好 太可爱了 今天孩子多烤个蛋挞吃 那孩子们太高兴了 童童 童童 你小月阿姨说给你们烤个蛋挞吃行不行 行 高兴吗 行 但是我爸爸不知道会不会让我 你不管你爸爸 他喜欢烤那种焦焦的 你们俩给我们烤个蛋挞了 你看徐童是全能啊 什么都会 今天晚上烤到蛋挞的卖相还挺不错的 今天三个小孩子玩到快十一点了 高兴吗 高兴 明天还要上学了是吧 那咱们周日再继续玩好不好 好 昨天刚从西安出差回来 还说今天多睡会歇一下呢 早晨八点 那个装橱柜的师傅说 橱柜吊顶 那个师傅说等会过来施工来 然后大伟现在还没回来 送果果上学习了 我回来了回来了啊 徐童 你啥时候来我家的呀 我一早就过来了呀 哎呀他还跑咱们家来了呀 找你来了 笔记本都拿着呢 对呀 朋友们 徐童现在都已经离不开我了 昨天晚上我们聊到十一点 大清早就过来找我来了 你说你是不是离不开我了 得让小月有吃醋的感觉 这找你工作来了你看你 你会吃它醋吗 老逗它 这个师傅把我们卫生间这个吊顶换好了 换一个新的感觉好多了 嗯 很漂亮了 对 你看看这个地下 多短 又有大小卫生今天 又大小卫生今天